提供这份资料的目的是帮助你和你的家人 对心脏衰竭有更多的了解 以及如何妥善处理 心脏衰竭是指心脏的肌肉变得虚弱 而无法正常输送血液 虽然心脏衰竭没有治愈的方法 但是一定要记住 心脏衰竭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对心脏病情控制的越好 你就越有可能不需要住医院 并且可以享受更为健康长寿的生活 这份资料对患者的家庭 朋友和看护者都会有用 心脏病的症状 呼吸短处是心脏病的常见症状 可以在活动的时候发生 或者在休息的时候 特别是在平躺的时候发生 你可能需要坐起来睡觉 以及比平时使用更多的枕头 你可能出现夜间醒来 呼吸短处的情况 其他可能会有的心脏衰竭症状包括 液体增多 造成腿部或腹部肿大 以及体重增加 感到疲倦和无力 如果这些症状恶化 或者是新出现 一定要跟医生联系 处理心脏衰竭的状况 对自己的心脏衰竭状况 照顾得越好 你的生活就可以更为健康长寿 遵守以下五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你就可以帮助控制心脏的健康 1.服用医生开给你的药 2.控制液体的摄入量 减少饮食中的盐分 3.每天量体重 检查是否有液体累积 4.要多进行体力活动 5.将新的或者恶化的症状 告诉你的医生或护士 下面详细叙述如何进行这些改变 服用药物 药物会保持你的心脏健康 帮助你更加长寿 心脏衰竭的药物 是用来降低血压 减少你的心脏需要做的工作 限制液体的累积 你一定要随身带着一份自己药物名单 并且知道为什么要服用这些药物 如果没有医生的指示 不要停止服药 如果你管理自己的药物有问题 请告诉你附近的药剂师 让他帮助你按剂量包装 在服用草药之前 一定要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因为草药可能改变你不用药物的效果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更多的资料 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限制液体的摄入 对于一些患有心脏衰竭的人 摄取过多的液体 可以导致身体内部液体的积聚 使心脏的负担加重 你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 应该限制液体的摄入量 通过测量你在家里使用的杯子 或者是玻璃杯的大小 你可以算出所饮用液体的数量 请将一天当中饮用液体的数量加以记录 请记住 液体包括所有的饮料 包括水、茶、咖啡、奶、软饮料 有水果味道用水冲开的饮料 汤 所有用水制成的物品 如冰、果冻、所有的乳制品或豆制品 如乳类饮料、酸奶 含有很多水分的食物 如橙子、和西瓜等水果 你需要和医生或专职心脏衰竭护士 一同决定适合你的液体摄入量 减少盐的摄入 盐分能够使身体保留液体 所以减少饮食中的盐分是非常重要的 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在餐桌上加入到食品中的盐 以及多数包装食品中所隐含的盐分 为了帮助你减少盐的摄入 在做菜的时候应该使用很少量的盐 或者不放盐 在食物中不要加盐 避免隐含盐量较高的食物 例如加工过的肉类、罐头类和快餐类的汤 调味汁、餐馆外卖及搅咸的零食 阅读食物标签选择无盐或无额外加盐的食物 不用多久就会习惯低盐饮食 可以通过使用香料、柠檬汁、辣椒、胡椒、姜和蒜来增加食物的味道 每天量自己的体重 体重增加和发生肿胀 就表明你的身体内积聚着体液 对于体液的积聚 你注意的越早就越容易管理 观察体液累积的最好办法之一 就是每天都秤量自己的体重 在每天早上同一个时间量体重 用同样一个秤量体重 一定要把秤放在硬的平面上 穿着同样数量的衣服量体重 在量体重之前 要将秤调整为零 用公斤记录你的体重 请记住 体重增加经常表示你的身体内有体液累积 一公斤等于一公升的液体 应该多运动 一定要尽可能多进行体力活动 以增加体力 并且帮助肌肉正常工作 要尽量掌握好定期运动和休息的平衡 要尽量每天都有体力活动 请记住 在呼吸短处的时候 就应该停下来休息 尽量避免在非常热或非常冷的天气 做剧烈的体力活动和运动 如果你的症状恶化 就一定要制定一个计划 如果你有下列症状 严重的胸口疼痛 严重的呼吸困难 昏旋 就应该叫救护车 如果有下列症状 请和你的医生或专职心脏衰竭护士联系 在两三天内 体重增加超过了两公斤 感到呼吸更加困难 夜间醒来呼吸短处 或者需要坐起来睡觉 并且比平常使用更多的枕头 注意到足踝部或腹部 有更多的肿脏 照顾好你的情绪健康 患有心脏衰竭的人 可能会感到焦虑或抑郁 如果你感到悲伤 并且对一般情况下 你会喜欢的事情失去了兴趣 那么你就需要找一个人谈一谈你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心理咨询 和药物而获得帮助 和医生谈一谈你的感觉 心脏病的康复 对于多数来到医院的心脏病患者 我们都会鼓励他们 参加一个心脏病康复计划 通过帮助你进行这个DVD影片 所推荐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心脏病康复计划 可以帮助你降低心脏再次出问题的风险 心脏病康复是非复健康过程的重要部分 你的医生和心脏病基金会都会推荐你这样做 如需要更多的资料 请和当地医院联络 免疫接种注射 请和你的家庭医生讨论 流感免疫注射 及定期接种肺炎囚菌疫苗 请记住 你对自己的心脏衰竭控制得越好 就越有可能不需要住医院 并且会越有可能享受更为长寿 更为健康的生活 通过遵守以下五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来控制你的心脏健康 1.服用医生开给你的药 2.控制液体的摄入量 减少饮食中的盐分 3.每天量体重 检查是否有液体积聚 4.多进行体力活动 5.将新的或者恶化的症状 告诉你的医生或护士 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请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我们希望这份资料对你有所帮助